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李爱明 我这个疤疤是在400G里面的一段疤 其实我本人是比较主张用有机肥的 但是因为单单是有机肥的话 我们施肥的时候草也是生到满满 也要清理树根也不容易 而且我的树呢,以前虽然有放有机肥 但是有一些树呢,也会黄叶子,掉叶子 或者是有黑头病什么的问题 经过一个朋友,姓陈的朋友介绍的时候 我就尝试用Glow Egg 我就发觉到,我就用了大概是两个月 我发觉到这个叶子呢,新的叶子都很快的滋涨 然后呢,那些所谓的青苔呢,也慢慢的都出好了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的果园 那个草地啊,那个好的草呢,也生的比较多,比较好 就是不会讲乱七八糟这样子的果园 而且,我有试吃过这个果啊,我们的 现在这个时,当季有这个猫山王榴莲 或者是一些第二石榴莲,它特别鲜甜 然后特别美味 所以,两个A缸的那个老树啦 这样,之前那个收成是不多 现在我们用这个有机之后,差不多上面都有果 只是果量还不是很理想的 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借助这个Glow Egg呢 就是把这个树呢,再撞一些 然后,让它们能够接更多的果子 好像,现在我用了这个果园之后呢 它就长出很多的新叶子 而且那个,很明显的那些白蝶啊 或者是那种菌类啊,什么之类都少了 而且我是根本也没有喷杀什么那个 杀种地什么之类也没有啦 或者是这个农药我也没有用了,现在 这是一个美食一样的